好 來看到呢 這個是美國海軍部長提名人 德爾托羅 他說以所有可能的方式 保衛台灣是極其重要的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看到這麼一句 所以自由時報呢 直接下這個標說 槓上北京 美國海軍部長提名人 說以所有可能的方式 保衛台灣 看起來很High喔 可是不要漏看好不好 不要漏看好不好 他後面 他後面還沒有講完嘛 他說我們應該盡可能 為台灣提供足夠的 自我防衛措施 自我防衛措施 所以台灣你還是要靠自己 這個綠媒會不會一High High過頭啦 亮哥 我從來不看那個報紙 看美國跟日本 有關台灣的新聞 一定要看原文 比如說我舉例 比如說日本 日本最近有好幾個大官 台灣都說了硬話嘛對不對 包括那個麻生 包括防衛大臣 安信夫等等嘛對不對 結果美國國防部 開記者會 人家問他說 日本是不是要跟美國協防台灣 然後國防部 美國國防部喔 他說對台灣的政策 沒有任何改變 對 那對日本的那個既有的 也沒有改變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 坦白講分析他們講什麼話 倒不重要 具體要分析他撥多少錢 那做了多少布局 比如說我們舉例 美國現在就講說阿富汗要撤軍 那阿富汗撤出來了應該是飛彈基地 那他確實有可能擺到亞洲來了 那我們就會好奇說他會擺在哪裡 那等他擺了再說嘛 因為他如果要擺 那很多亞洲國家也會緊張 因為你擺了 你就變成人家的假想敵嘛 那誰願意讓你擺 會不會只有日本 那第二個就是 美國就說嘛 說他那個聖地牙哥 那個東太平洋艦隊叫第三艦隊 那我們台海這個叫第七艦隊 那印太那邊他要搞一個第一艦隊 那要搞一個海軍的特遣艦隊 有四個艦隊 以後要在太平洋地區喔 這個恐怕已經超過 美國海軍的60%了啦 那結果他今年的海軍預算沒有增加 那這個是在幹嘛 這是在講給誰聽啊 基地還沒找到 對 基地也還沒找到 沒有錯 基地也還沒找到 那澳大利亞就說 你B1來停我 B2的停我這裡啦 那個戰略轟炸機啦 他說你來停我這裡吧 那美國也沒有答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真的要看這種問題 我們要去看細節啦 要去看他到底拿出 多大的決心編預算 不然這個錢誰要出嘛 我隨便講啦 比如說日本講了那麼多話嘛 那是不是日本從此就 更願意當第一線的打擊部隊 他有這樣的佈局嗎 我們還沒有看到 沒看到 那日本對今年二月之後 中國大陸通過海警法 他很有意見啦 所以日本現在也開始講一些話啦 說因為他的海巡船 那個盾位太輕嘛 對中國大陸的海警船 可能一撞就被撞開了 所以他就說不排除自衛隊要介入 那到底要怎麼介入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聽到很多這種話啦 那你如果都把它當真 比如說美國就第三 第七 第一 還有還那個特遣的艦隊 四個艦隊都來了 然後日本也 智慧隊要介入海巡啦 然後澳大利亞也要成立 那個戰略轟炸的基地等等啦 那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開打了啦 如果都成真啦 已經開打了啦 那你倒過來 你也可以去講 中國大陸做的動作嘛 比如說中國大陸 他上個禮拜突然之間又 公佈了他1995左右吧 做的那個無人潛艇的演習的畫面 然後就把一個目標炸掉了 這個已經是十幾年前了 那他的意思當然就是說 我的無人潛艇還在做喔 就這個意思嘛 那意思就是 台灣的西南海域那個深水區啊 意思就是說你美國潛艇 也不要以為 這裡你不會碰到東西啦 就是這個意思嘛 那如果大家都有 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布局啦 那我覺得 如果真的都已經布局了啦 那恐怕就是已經 往戰爭的道路前進了啦 那可是核大國之間不會直接開戰啦 那往往都是沒有核的國家變成戰場 那當然最可能的就是台灣啊 第二個就變成日本嘛 就變成這樣啦 那是誰倒楣呢 日本我們不說本土啦 至少它沖繩基地一定會受摘殃嘛 那中國跟美國搞不好沒真打耶 是啊 那打的地方叫做沖繩跟台灣啊 那這樣就台灣有什麼好處呢 所以大家也要想清楚啦 美國明年很熱鬧 因為它對韓國跟菲律賓 你也知道嘛 因為杜特蒂跟文在寅都是有點反美 那這個李在寅又這麼明顯 而且這麼早就講出他這個 對美國的 對啊哪有杜特蒂沒有李在寅 我認為美國一定會製造一些局面 我也覺得 一定會製造一些意外 不製造一些安全的危機啊 然後讓你知道說 韓國人還是需要美國的啦 韓國的老百姓是反美又反日啦 我說實在 反美仇日 反日是百分之百 百分百 所以反日這條線大概 大家都會表現啦 可是反美倒不一定 對 韓國事實上還是有蠻多保守派的人 他還是繼承 因為畢竟 普正希那一路留下來的嘛 包括那個蒲警惠啦等等 而且基本上你也知道 上次兩個大城市的選舉 文在寅的系統都 大敗 全面潰敗 當然那個跟個人有關係啦 都跟貪污有關係 可是你說個人 李在寅他的私生活 其實有些問題的 韓國人說不在意 不過我跟你講啊 文在寅最大的問題是因為他是來自左派 結果你社會住宅改革失敗嘛 所以確實有很多中下階層或者本來年輕人啊 失望 失望 他其實是 坦白講他是輸在這裡 那至於說 那個個別上索爾還有釜山啊 那個 我覺得個人因素比較嚴重啦 可是他連續24次打房喔 越打 然後索爾的房子越貴 然後他又有這個 他又有高級幕僚進去炒房嘛 被抓到 那因為韓國是這樣啦 就是這個取決於 這個比如說李在寅 他是不是需要文在寅幫他啦 這個牽涉到兩個人的連結程度啦 那因為 韓國總統不能連任嘛 對 所以 這個保守派的人一定是全力去打文在寅嘛 說他都是吹牛啊幹嘛啊 都做不到啊 比如說他的 我坦白說啦 他跟 那個北韓的和平也沒有進展啦 對 金正恩也不太理他對不對 對 因為 真正關鍵是美國跟中國嘛 這個我想大家也很清楚 然後 你說左翼的改革嘛 這個 一般的老百姓跟年輕人 也沒有享受到 尤其是住房啦 因為索爾住房實在壓力太大 那給人家感覺是他的 報酬行動有點成果啦 就是把那個三星 一些財閥去打財閥等等 可是我不認為打財閥 會有很多票啦 真正還是要照顧到中下階層 然後要給人家感覺你的 北韓政策是有效的政策 那這兩點我覺得 文在寅得分不多 所以很容易成為劍拔 而且我認為美國 一定會想盡辦法在韓國跟菲律賓 弄出保守派的總統 因為他這樣才能連成一線 就從日本嘛 韓國嘛 然後一直連到菲律賓 尤其是美國不是要搞這個 這個海軍特遣艦隊嗎 那你要有地方停啊 你總不能停在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距離中國大陸 是六千到九千公里 太遠了 太遠了嘛 所以美國真的很希望菲律賓 基地能夠重啟 所以我認為他很大的力量 會放在菲律賓啦 那可是要打敗杜特地的 的那個繼承人也不容易啦 因為搞不好杜特地宣布 他要選副總統這樣